文藍圈通往崇光部落唯一的外环道路 常年受雨水侵襲路面已经开始有下陷的状况 秀林乡名代表蔡培佛向乡长王玫瑰来反映 希望可以重新规划施作安全的道路 经过会刊之后也获得了水保局 华联县政府还有秀林乡公所全力支持 要改善崇光部落的外环道路 秀林乡最南区的崇光部落位置于300公尺处 由于唯一的外环道路常年受到雨水的清洗 已经有开始地区不稳路面下陷的情况发生 影响到居住在400多名的住户行的安全 秀林乡名代表蔡培佛并且向秀林乡名代表会提案 建计乡公所前来了解 日前邀请了水保局 华联县政府与住民行政处秀林乡的王玫瑰前往现场会看 这个地方非常的陡峭 而且这个地面因为旁边有一个溪流 一个野溪 所以这个地方的路面不停地下陷 所以3月5号的时候 乡长有特别请了中央的水保局 以及延民会的长官 很多还有水利局的一起来这边会看 结果会看的结果 包括这个地方跟上半段都非常的危险 所以他们水保局预计选择一个时间来实际地再从底下看上去 往上面看看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怎么样改善 他们会赶快积极地改善 希望这个道路已经使用了这个道路已经使用了三四十年了 在民国七十七年的时候七十三年七十七年的时候已经盖的 现在已经用了四十几年了 路况大概地基也不是那么稳定了 而且碰到台风下雨的时候 还有一个地震难免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水保局一些专家会特别的找一个时间 拨一点经费会来全面的来勘察 然后会看完毕该怎么改善 他们专家会提出他们专家的意见来赶快改善 保护我们崇光四五百位居民的安全 休闻下面代表蔡培活 华兰村长田文财 相当感谢总管单位 华兰县政府医生委员处和休闻相当 我们一位的重视 在各单位的协助之下 能够做好规划的工作 重新打好地基的作业 让崇光部落人们能够安心的回家 记得休闻休闻吧